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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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由于陌生微信添加其为好友 并将其拉入一个股票交流群内 首先来关注冰雪季 一年一度的长春冰雪节即将于本月的12号 在长春的冰雪新天地正式开幕 始创于1998年的长春冰雪节至今 已经成功地举办了24届 据了解呢 2021至2022雪季 长春市呢 进入了冰雪场馆和场所共34处 另外还纵向联动了 长春市的文旅商务等部门 进行了相关的促销 发放消费券等活动 以促进长春市的消费市场 12月9号的发布会上我们了解到 第25届长春冰雪节 以冬奥倒计时100天为期时日 于2021年10月27号至2022年2月23号举办 共历时120天 开幕式将于2021年12月12号 在长春冰雪新天地举办 全市建设冰雪场馆34处 利用城市公园湖泊 交筑开放冰场10块 在中小学交筑校园冰场90块 城区开发区建设冰雕雪雕145组 接下来我局海奖市教育局联合举办 冬季阳光体育大会 青少年冬令营公寓培训等活动 免费为青少年提供 越野滑雪 数度滑冰 冰球 雪地球 雪合战 冰上龙舟等培训 除了建设各类冰雪活动的场馆场所以外 今年的长春市冰雪节 也是纵向联动了长春市的文旅商务等等部门 那么接下来长春市的各个商场都将举办相关的促销活动 同时下一步长春市的商务部门也将发放消费券 我们还将发放新一轮的2000万元的消费券 在餐饮促销方面 我们将以第四届长春初始节为引领 联合全市的餐饮协会碰饪协会 动员全市各类的特色街区特色经营店 为冰雪节的参与者和全市市民 备好集聚长春本地特色的美食盛宴 三号在长春市春城大街与乐园路交汇处的54路轨道交通线附近 人们看到了惊险的一幕 一个小男孩横趴在轨道上说什么都不起来 那事情的发生也导致了轨道公交被迫停运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孩子做出如此冲动的行为 我们的记者也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视频中的事件发生于12月3日 在54路轨道公交车的线路上 一个小男孩趴在了地上的轨道上 并逼停着轨道公交 记者今天进行的走访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春城大街娱乐园路交汇 那这里就是视频当中看到小男孩趴在轨道上的地点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小男孩做出如此过激的行为呢 卢女士是当天事发时视频上上前帮忙搀扶小男孩的环卫工人 她说当天听见孩子与母亲争吵得很激烈 母亲的批评也非常严厉 这才导致小男孩一时冲动趴在了轨道上 看着小男孩母亲急得哭出了声 卢女士在上前帮忙 记者联系到58路轨道公交公司的负责人 他们表示当天并未造成事故 轨道公交停车后 在大家的帮助下很快也将小男孩扶了起来 所以也没有耽误载客运营 由于视频中没有听见母子的对话 而且在记者的走访过程中也并未见到这对母子 所以事情的具体经过我们也不得而知 但是小男孩趴在轨道上确实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很多市民也都觉得是家长与孩子之间的沟通问题 我觉得跟孩子的沟通上应该多一些吧 就是这孩子他也是冲动 他的孩子很脆弱 那么应该如何正确地引导孩子 心理咨询师也给出了建议 不要高高在上地以父母的身份强烈地压制他 而是像朋友一样平等地去沟通 父母的经验不能直接转化为孩子的经验 所以家长要做一个智慧的懒父母 从孩子身边退下来 守望都市报道 今天早高峰期间 长春轨道交通3号现在行驶到魏明街 与魏光街两站之间时 因为车辆发生故障也造成了乘客滞留 那乘客们在车上等待维修人员 到达现场后呢 将车门打开 大家沿着轨道步行到了下一站 才换成了其他交通工具离开 我们来趟车吧 然后就上去了以后 它就是特别慢 走到魏光街和魏明街之间的时候 就彻底停下来了 这个门也打不开 就是还特别热 大家都挺难受的 然后等到9点十几分的时候 把车门打开了 好多乘客就下车自己就走了 因为当时这个车没在站点上 就是它都是顺着起路走的 从刘先生提供的视频中可以看到 车辆发生故障后停在了两个站点之间 由于是早高峰期间 车厢内乘客比较多 刘先生说 维修人员到场后 先是打开了车门 车上的乘客下了车 沿着轨道步行到下一站后 才出站换乘其他交通工具 那么车辆行驶中 突然停靠的原因是什么 何时恢复了通行 记者也前往了现场 根据网友拍摄的视频呢 记者也是来到了长春轨道交通三号线的卫光街站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 轻轨的运行呢 是已经恢复了正常 随后记者也向长春轨道交通公司核实该情况 工作人员表示 车辆故障属于突发情况 大约在九点半车辆维修完毕 恢复了正常通行 守望都市新京张阳报道 为我们提供刚刚这条新闻线索的观众 刘先生将获得新闻线索奖200元 也请您保持手机畅通 以便工作人员联系您 接着往下说 日常生活中 无论是居民小区 还是临街商铺 都会有装修的需求 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装修垃圾 需要妥善及时的处理 不然这东西在这一堆 就会导致附近又难走又难看 那为了解决这些装修垃圾 带来的影响 从今天开始呢 长春市以南关区明珠街道为试点 将移动垃圾箱投入居民小区 做到装修垃圾不落地 随清随运 那运行平稳后呢 计划将在长春市全面铺开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市的红光小区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 有一个比较大的绿色的移动垃圾箱 那这个垃圾箱呢 就是专门来存放装修垃圾的 那么针对一些长春市 没有物业服务的老旧小区 如果一带业主有装修的需求 社区发出申请 那由我们长春市城市国旅居呢 来派遣这样的移动垃圾箱 切实的做到垃圾不落地 据悉移动垃圾箱目前分为两种容积分别为6.5地方 主要适用于居民小区和小型临街商铺的垃圾回收 还有15.5地方主要适用于临街商铺和居民小区中型装修 分为无偿服务和有偿服务两种形式 无偿服务呢 主要是指政府这块针对老旧小区的无偿服务 政府呢会根据小区的每个小区居住的户属和需求呢 来设置固点位来投放这种箱体 有偿这块呢 主要是指的什么呢 商家和物馆小区 还有临街的一些单位 他们产生的垃圾呢 装修的时候呢 要向社会化的运输企业来预约这种箱体 然后呢是由运输企业和这个专修单位呢 他们直接来谈价格 目前长春市以南关区明珠街道为试点进行投放 运行平稳后 计划将在长春市全面铺开 下一步呢我们逐步呢 进行的改进和完善 如果这套模式真正的 说得普遍的认可 实用管用 可能会在长春市呢将进行推广 视网都市王磊海军报道 北京时间今天的5点57分 我们迎来了24节气的大雪 这是冬季的第三个节气 大雪节气的到来也标志着 重冬时节的开始 大雪节气呢 也是一个反映气温与降水变化趋势的节气 那这个节气的特点呢 是气温显著下降 降水量增多 那这个节气还有哪些讲究 来听听民俗专家的解释 大雪是24节气当中的 第21个节气 那太阳到达黄金255度的时候呢 就是大雪了 那大雪这个名字 我们一听啊 就知道是雪量大了 是吧 施老师 对 大者胜也 到这个时候啊 那就是雪胜大了 它和这个古雨啊 雨水啊 小雪啊 都是反映这个雨和雪这个程度的 大雪丧后是哪些 因为我们都知道 没五天不是以后吗 对 没五天有以后 第一个就是说 绢鸟不明 有一种鸟啊 叫鸟鸟 其实这是我们经常说的寒好鸟 寒好鸟呢 在这个小雪的时候 它开始叫 哎 到大雪的时候 可能是天太冷了 雪也大了 尝起来了 尝起来了 躲起来了 哎 不再叫了 人们听不到它的叫声了 二后是胡屎骄 此时是阴气最盛时期 所谓盛极而衰 阳气已有所萌动 老虎开始有求偶的行为 三后是力挺出 力挺为蓝草的一种 感到洋气的萌动而抽出心芽 雪落三成倍 来年搂着馒头水 就是意思雪大了 就是润雪照封年 然后它对庄建也是有一定好处 对 对 比方说有些跃动的作物 可能是遭到各种侵害 一场雪 两场雪 三场雪 如果下了第三场雪的时候 把这个跃动作物就保护起来了 雪呢 它含有一定的氮化物 它是那种雨水影响的五倍 所以这种氮化物落下来呢 对于来年的这种肥田 这样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大雪时节 除华南和云南南部无东区外 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进入到了冬季 东北 西北地区平均气温 已经达到了零下10摄氏度以下 但是在南方 特别是广州及珠三角一带 却依然草木葱龙 干燥的感觉还是很明显 与北方的气候相差很大 大雪时节万物归藏 什么东西都藏起来了 人们要时刻自然的规律 早眠早起 换行动 这个时候养生保健尤为重要 中医上素有春夏养羊 秋冬养阴之说 在保暖护阳气外 饮食上可以多吃三荤五素 三荤为羊肉 牛肉 鱼肉 五素为大白菜 莲藕 西兰花 豆芽菜 西葫芦 多吃硬季菜 安稳过冬天 柳絮纷纷飞满天 居然三白 照封年 耕牛时尽 耕夫散 谁种灵犀 万寝甜 守望都市 白哥静泽报道 黄金奶圆带生牛乳配方 黑牛奶粉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更适合中国法宝体制的 飞客奶粉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海信品质值得信赖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广气传奇M8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晴转多云 零下6到零上5摄氏度 白城多云 零下10到零摄氏度 松圆 多云 零下7到零上3摄氏度 四平 请转多云 零下6到零上7摄氏度 辽园 请转多云 零下8到零上7摄氏度 吉林 请转多云 零下5到零上5摄氏度 通话 请转多云 零下9到零上7摄氏度 白山 请转多云 零下12到零上6摄氏度 延吉 请 零下9到零上4摄氏度 长白山 请转多云 零下13到零上5摄氏度 长春 请转多云 零下6到零上5摄氏度 美可新区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一位彩蜜 其中740万大奖 12月2号中午左右吧 他是自己写的号码进行 是双子球7加2的富士票 千元难协货不对板 网店消失咋为全 拆了快递 我发现除了品牌是一样的 其他的东西都不一样 之后的话 我整理店铺 我发现店铺关闭了 你这个是因为商家没有保证金 无法进行一个赔款 亲信网友去投资 股民被骗21万 友谊陌生为信 添加其为好友 并将其拉入一个 股票交流群内 中国移动全线照 畅想追会云生活 亲血半位片 国药亲烘血血好 心脑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 也在进行中 欢迎大家随时互动 今天下午 奇异春城绿色出行 发票抽红旗 新能源汽车促销活动 第三期抽奖 在长春市政府 民生直播间开启了 那消费者代表 从11月份 长春市消费者开具的 有效发票中 抽出了第三期的 25名幸运消费者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长春市政府 今天是12月7号 那么今天在这里 将进行长春市 发票抽新能源 红旗轿车的 这个抽奖活动的第三期 一共是要产生 25名的幸运消费者 他们每个人获得的奖品 是红旗新能源 EQM5交车的15万元 购车款 屏幕上的号码 已经滚动起来了 我们有请消费者代表 上来抽取 准备好 按下手中的停止键 第一组中奖号码 已经产生 请您核对 我们依须让屏幕上的 号码滚动起来 今天第三期 我们抽的数据 是11月份数据 11月1日 至11月30日期间 个人消费者 在长春市实体店 购买200元以上 含200元 这样的争税 普通发票的 进入我们 防伪税控系统的数据 都是作为抽奖数据 那么今天的数据 一共是 二十二万一千一百七十八条 我们也了解到 本次发票抽奖活动 一共是进行四期 截至到今天 12月7号 已经进行完了三期 那么第四期的开奖结果 将于12月14号 进行公布 也是产生 25名幸运消费者 今天的结果 应该在今天晚上的 市政术局 灵动长春APP 和市税务局 公众号等媒体公布 我们对讲的地址 是在长春市商务局 电话是82739171 爽东市 长汉广为报道 近11月2号 我省购财者 种出了七星彩一千万 11月17号 种出了大乐透 777万之后呢 上周四啊 吉林福彩也传出了喜讯 长春的一位彩民购买的 双色球富士彩票呢 有一柱 中得了一等奖 奖金总计 740.6万元 中国福彩 双色球呢 在12月3号传来了喜讯 长春的一位购财者呢 花了28块钱 买了14柱号码 其中一柱 洗中了一等奖 奖金总计 740万元 12月2号中午左右吧 他是拿着自己选的号码 进行是双色球7加2的富士票 咱得知他得这个大奖 咱是什么心情啊 当时心情是特别激动的 因为好像我中了奖一样 经营彩战这么多年吧 这也是第一次 中得了这么大的大奖 这位中奖者 以一张福彩双色球 7加2富士票 拿下一等奖一注 一等奖特别奖一注 还中得一些固定奖奖金 奖金共计740.6万元 这位购财者是一位老财民 他表示自己偶尔会选择期选 不过这次的中奖号码 还是来自自选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购财者 在做公益的同时 也一定要理性购财 视网都市 何欢公雷报道 很多旅客在机场 等候取行李的时候 常常存在着各种担心 或者是焦虑 比如说呢 行李会不会磕碰坏了 行李怎么还没出来 那为了缓解旅客的焦虑感 让大家舒心愉快地结束旅行 日前 长春龙家国际机场 在T2航站楼启用了 行李可视化系统 今后呢 行李提取区 等候这个行李的旅客呢 就再也不用 翘首等待拖运的行李了 只要通过行李转盘上的大屏幕 就可以更加清新直观地看到行李从卸载转运到送到手中的全过程 为提升旅客行李提取服务体验 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在T2航站楼已启用行李可视化系统 通过该设备 旅客可在第一时间零距离直观地看到自己的拖运行李从卸车到发放的全服务流程 旅客到达机场的时候呢 往往会有这种疑虑 不知道自己的行李什么时候能够出现 什么时候能够取到自己的行李 通过行李可视系统呢 能够实时展现我们行李搬运的画面 实时地展现给旅客 给旅客更好更直观的一个体验 据了解该系统实现了行李双向可视化全覆盖 在行李转盘卸载区域上方安装高清监控摄像头 将行李转盘后台作业区域情景透明化 公开化 直观化 感觉比以前快很多 因为我们走过来 人还没到行李都已经到了 效率高很多 在行李的运输丢失也好 破损也好 方便倒查 对行李的安全性有一个保障 通过行李可视化系统 工作人员不仅能实时掌握旅客的等候情况 合理调配保障资源 提高行李分减效率 同时也能够提升旅客乘机出行的体验感和安全感 守望都市张言与风霸道 守望二点榜一起刷新世界 在过去的24小时里有这样一段视频刷爆全网 本月6号浙江义乌的一名男子 因为与妻子产生了矛盾 抑郁跳楼轻声 消防员赶到现场后急忙展开了营救 有网友留言说了消防员展开了攻心战术 这才是男人之间的交流方式 还有人说希望亲生男子能够被消防员的品格所感染 勇敢地面对生活 11月30号在四川万元的街头也发生了惊险一幕 一男子违规驾驶摩托车被交警阻拦了 谁知道呢 他竟然加大油门将交警撞倒在地后 扬长离去 最后在周围市民的合围下呢 撞倒交警的男子终于被擒获了 那就有网友说了 这个执法者代表的是法律的权威 这是要公然挑战法律的权威吗 还有人说 这种人呢必须狠狠地处罚 否则马路上还不乱套了 那有些场所呢 看似是风平浪静 却是暗藏着隐患 林乔下面这位店员 正专心致志的刷手机呢 不成想呢 就在自己的身后 一场火灾已经悄然酝酿 有网友留言说了 这个没感到自己背后一阵热浪袭来吗 还有人说了 火是怎么着起来的 那冬季室内呢 加热设备真的得多注意呀 下面这位呢 显然也是没有意识到 自己是身处这个处境有多么的危险 那本月六号呢 吉林沿边的一名男子 牵着两条狗出门溜弯 没成想啊 这一趟遛狗之旅呢 可谓是不堪回首啊 这狗肌有点大呀 于是有网友就灵魂发问了 说这到底是谁溜谁呢 还有人说了 难怪艾斯基摩人用狗来拉雪橇 下面这位也说了 人都躺下了 也不松开狗绳 是个负责任的主人 生活当中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是很多的 下面这名男子呢 利用工具啊 是三下两下就撬开了一户 人家的入户门 谁承想呢 这位刚想看身进入呢 却听见屋里有人说话 有网友说了 光天化日 窍门别索 这小贼胆也太大了 还有人说了 大家要提高防范意识啊 那最保险的 莫过于这家里 不放现金和值钱的东西 最后呢 我们来参加一场特殊的婚礼 来宾呢 都落作了之后呢 这婚礼啊 正式开始了 然而呢 这个新郎新娘呢 却没有来到现场 这到底是因为啥呢 咱们一块去看看 有网友说了 疫情期间特事特办 可以理解 还有人说了 来宾的红包 是不是转账就可以了呢 下面这位也说了 好饭不怕慢 等疫情结束了 亲朋好友们 再团聚也不迟啊 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呢 打乱了小两口的计划 但是一场视频婚礼呢 也不失为 雇权大局 兼顾各方的两权之策 疫情改变了 许多人的生活方式 却改变不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 好了 今天咱们先刷到这儿 下面呢 再来说一条好消息 中药养生资补节 惠民活动呢 优惠继续 数量有限 抓紧抢购 养无级补费丸 推出了全年最大一次的惠民活动 全省就500 中药养生资补节 拆开快递 我发现除了品牌是一样的 其他的东西都不一样 之后的话 我准备店铺 我发现店铺关闭了 您这个是因为商家没有保证金 无法进行一个赔花 亲信网友去投资 股民被骗21万 由于莫松微信添加其为好友 并将其拉入一个股票交流群内 中国移动全千兆 畅想智慧云生活 本栏目由长春万科地产 特约赞助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守望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 也正在进行中 欢迎大家随时互动 网购已经是当前常规的一种购物方式了 很多朋友对这个比较懂 为了能够有保障 除了会选择比较大的平台之外 还会注意选择一些个带有七天 无理由退换货等条件的商品 方便自己退换和维权 长春市民刘先生就是这么选的 但是他还是遇到了糟心事 花一千多元买的鞋子 收到之后发现货不对版 打算退 没想到商家不见了 平台的保障也不灵了 刘先生表示 他之所以选择在网上购买 是因为他所买的这双鞋 为国外版本 在国内专柜没有销售 他也对这双鞋子的到来特别期待 所以快递一到 他便第一时间拆箱 可拆箱的结果却让他非常意外 拆了快递 我发现除了品牌是一样的 其他的东西都不一样 我买的是一双家农的 这给我发了一个夏季的鞋 我买的是一个灰套的 给我发了一个黑套的 我买了一个40号的男鞋 给我发了一个41号的男鞋 而且现在东北已经冬天了 就我完全也穿不了了 我当时就联系卖家了 卖家让我等售后 这我一等 那就等到24号了 他家售后说 他们优也不容易 意思补偿我150 就是要我把这个鞋留下 那我肯定是不同意 刘先生说 因为在购买的时候 他特别选择了 能够进行7天退货的商家 所以出现这一情况后 他便申请了退款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申请退款后 商家便再也不回复他的消息 无奈之下 他联系了淘宝网的官方客服 淘宝网客服说 首先是需要店家来处理 我26日发起退款之后 到12月1日期间 店铺一直都没给我处理 这个退款的请求 之后的话 我点击店铺 我发现店铺关闭了 我又联系了淘宝网客服 给我提供的就是 现在店家的保证金不足 就是无法给我办理退款 为了能够进一步 核实具体情况 接着尝试通过订单 联系刘先生购买鞋的商家 可点击订单 发现商品已经下架 而且快递单号上的卖家地址和电话 也均不在国内 退款页面上的联系电话 处在无法接通的状态 多方联系误国后 记者拨打了淘宝网的官方客服电话 按照淘宝客服的说法 目前无法退款的原因是刘先生所购买的鞋子 店铺已经关闭 而且保证金不足 但是对于出现这种情况 消费者应该如何处理 客服却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如果商家已经跑路的情况下 我们会尽量帮你看一下能不能联系到商家 如果无法联系商家的话 也确实抱歉了 那如果一直都找不到商家呢 那作为消费者应该怎么做呢 确实抱歉女士 给大家做不好的购物体验 那么遇到此类问题时 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呢 如果在平台上遇到了消费纠纷 然后无法和平台进行和解 那么可以通过电箱支撑车来进行投诉 带着您的一些购买信息 以及聊天截图 到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就可以了 守望都市报道 希望最终他能收到的是退款 而不再是无效的道歉了 接着往下说 近日长城市民杨女士 给我们打来了一通求助电话 2014年他购买了一处住宅 由于原房主当时无力偿还贷款 于是双方就约定 他把这首付款 以及原房主已经还完的贷款部分 一次性的付清 接下来他就以原房主的名义 继续还款 等还完了 原房主就配合他过户 今年7月份 七年之约已经到了 当他联系原房主打算过户的时候 却发现对方的手机号成了空号 14年买的贷款的二手房 是在小区广告栏上看的广告买的 完了我们协议把他这个房子是贷款的 当时过不了户 帮不了房证 完了我就把他那个前期的首付 还有他所还的那个贷款 总共19万多都给他了 杨女士说 因为当时对方召集用钱 且无力将剩余房款一次性还清 所以双方约定 继续以原房主李先生的名义进行贷款 但后续的贷款则由杨女士负责 我们还办了个公众书 公众书是委托我们 全权的就是房贷我们还 七年之后 那个他就是协助我们那个过户 杨女士告诉记者 由于不能当即过户 公证过后 原房主还向他支付了一万元的押金 约定七年后过户时 杨女士再将押金返还 根据杨女士手头仅有的信息 当天下午 记者与杨女士首先来到了 原房主李先生户籍所在地的社区 希望通过社区能够获得原房主最新的联系方式 为了确认该处房屋是否仍为李先生所有 随后记者与杨女士一同来到了公正书中李先生登记的居住地址 由于该套房屋现房主与卖给杨女士房屋的李先生并非一人 下午三点多 记者与杨女士来到了李先生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进行咨询 民警表示联系方式属于个人隐私 按照相关规定 目前警方无权随意查询个人信息 那么杨女士现在这种情况 想要更名过户应该怎么办呢 记者也向律师进行了咨询 没有办理革命过户的授权内容 通常来讲房主产交易中心在房主不到场的情况下 是拒绝给办理的 那我们的选择就确定只有一个 就是通过诉讼的方式 判决生效之后执行阶段 大协助执行的这样的相关的手续 然后再做一个革命过户 守望都市 同飞海军报道 近日梁元市连续发生了多起失窃案 这窃贼的目标主要目标是秋菜 以及其他的生活用品 警方经过侦查锁定了一对夫妻 这两口子在被抓获的时候 已经起早贪黑的偷了400斤大葱 哎呀呀呀 看这老鞋大葱啊 来来来 都搬走 一捆 两捆 三捆 10月25号吧 一家饭店报警 说自己囤的这个备用的秀菜被盗了 然后这个咱们到现场一看呢 是400斤大葱被偷走 那这400斤大葱挺大一多 也倒挡了一九 用自行车把这400斤大葱呢 给到那家里去了 当时买的时候比较便宜 是1块5一斤 当时价值是400块钱 原来菜也涨价了 现在得是30块一斤了 把大葱 400斤那得价值1000多 经过民警的勘查呢 发现拿走大葱的二人是夫妻关系 一位68岁 一位66岁 退休之后呢 经常在楼洞路面上拾荒 那一天呢 是看到了楼洞里堆积的大葱 临时起义 于是紧忙活呀 将这400斤大葱拿走了 拿走的一部分呢 留给自己食用 而另一部分则拿去早市售卖 这民警不查不知道 这一查才发现 这二人在马路上拾荒时呢 还撒么点其他东西 同时呢 他俩还涉及多起的这个 花篮被盗案 谁家饭店了 什么商店开业的时候 亲戚朋友送那些花篮 在门口摆开的这个花篮 他俩会盗窃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 花篮的支架吧 花店是回首的 他俩了解到这个东西可以回首 所以他俩经常就是半夜 趁人家没有人的时候 去把这个花篮给盗窝 11月20号 西宁分局在辽原市公安局多部门的紧密配合下 成功锁定这两名嫌疑人 李某真和万某云 侦察员连续20个小时的蹲守 在辽原市南环加油站附近 将两人抓获 经过讯问 两名犯罪嫌疑人 对其连续盗窃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真和万某云 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守望都市英杰 鹏飞 辽原市报道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 日常生活当中的偷拍乱象 近年来 不怕分子利用针孔摄像头等偷拍设备 偷窥个人隐私 偷拍甚至直播的情况频频发生 这种行为 也严重威胁着公民的个人隐私安全 近日 湖南一家酒店多间房内 藏有摄像头的新闻 成为网络热搜 今年10月7号 湖南的唐女士到辰州出差 下塌了当地一家国际大酒店1711号房间 就在她准备休息时 突然发现正对着床铺的插座内有些异样 报警之后 酒店给唐女士调换到了1311号房间 然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这个随机更换的房间内 在同样的位置 竟然也有一只隐蔽的眼睛 去他们打开门以后 然后我就进去 当着酒店里面 当着他们同里面那边 同样的位置 然后又发生了摄像头 10月15号 湖南郕州林武警方发布警情通报 接警后第一时间进入调查 调查工作正在依法进行中 记者走访发现 近年来 部罚人员利用微型摄像头 进行偷拍的视线 不断被媒体曝光 除了酒店 民宿成为偷拍高发的场所外 市医间 医院 美容院等地方 也成为偷拍者的目标 尽管相关部门 对此类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不断加大 但是目前依然有人 在多个大型电商平台上 暗中售卖针孔摄像头设备 这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镜头在这里面 你开灯也好 也是看不到的 关灯也看不到 这是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 看到的一个商家 正在直播带货的场景 产品就是这个具备摄像功能的吸顶灯 记者发现 这个名为黑科技安防的店家 全部的八款产品 无一例外都具备偷拍功能 而在这家电商平台上 存在大量售卖此类设备的商家 在这个名为威视手机店商家意面上 一盒清香剂的拼单折扣价是580元 看似普通的清香剂 为何标价如此之高呢 我们仔细留心去看一下这个设备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条心码的下方 对吧 这块有个小圆孔 那么实际上这个小圆孔的就是这个摄像头 记者发现 真空摄像头除了在多家电商平台上很容易买到 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也在大肆售卖 外形 款式令人眼花缭乱 镜头是完全看不到的 看一下哦 这是刚刚加工的洗发水 找一找这个孔 不法分子改装偷拍设备 出售破解软件 传授偷拍技术 并借此牟利 已经形成了黑色产业链条 严重侵害着公民的个人隐私 那么 售卖和使用真空摄像头 究竟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涉事的电商平台 酒店等相关方 又该附用哪些责任呢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啊 他觉得销售和生产 可能是一个刑法规制的范围 但实际上使用 如果造成后果的话 也是刑法规制的范围 专家建议 除了在电商平台要加强监管 还要加强对非法微型摄像设备 在生产销售环节的打击 在法律范围内高限处罚 另外 要落实酒店 民宿等场所经营者的责任 定期巡查 排查相关设备 让真空摄像头 无处遁形 守望都市 编辑报道 公安部团员行动再破大案 电影亲爱的多人形 选择成功 我今天中国 看到孩子了 孩子 你看我14年 57年 男孩被关14年 57天 终于踏上 一家路 我朋友找到我睡一年 中国找我很辛苦 你们知道 电影中的遗憾 现实中得与团圆 14年寻自己 守望都市 今日关注 中国移动全千兆 畅想智慧云生活 本栏目由长春万科地产 特约赞助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守望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 也正在进行中 欢迎大家随时互动 相信电视机前 观众有不少人 都玩股票 有的时候 可能也听过一种声音 什么有专家 帮您看看 哪个股票能升值 有教授帮您研究 怎么赚钱 这专家教授 有那本事 自己就闷声发大财去了 哪还有功夫干这个呀 但是白山市的杜某相信了 一下子投进去 21万元 结果可想而知 被坑了 虽然说 帮助他人是一种美德 但也要分清帮助的是谁 这帮助好人 叫助人为乐 那帮助不法分子 就是为虎作伤 前段时间 白山市公安局 新建分局就破获了一起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而案件的起因 还要从今年的8月份说起 2021年8月24日 我局接到群众报警 称其被电信诈骗 经了解 系2021年7月末 由于陌生微信 添加其为好友 并将其拉入一个 股票交流群内 被骗的群众 星杜 有一天杜某 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告诉他 可以进入一个股票群 群里有教授 可以教他投资理财的窍门 这个教授 微信叫小太阳 原本这个杜某呢 没有相信能够赚多少钱 但好奇心 驱使他开了股票账户 在群友的股动下 在某APP里买了股票 共计花了21万1600元 这过了两天呢 杜某需要用钱 一看自己的账户 哎 这钱根本就不能提现 于是马上联系这个小太阳 结果可想而知 这个小太阳啊 早把他给删了 接到报警后 警方立即组成824专案组 对案件开展调查 根据杜某提供的线索 专案组决定 先从微信名小太阳的 嫌疑人作为突破口 在市局相关部门的支持下 发现该账号十分异常 每天都添加大量的微信好友 并将微信好友 分别拉入不同的微信群内 进一步侦查 民警发现 小太阳微信号 与其他几个经常被封的 微信号联系密切 民警推断 这应该是一个 专门为股票交流群 吸股粉的犯罪团伙 经过三天的巡线追踪 民警锁定了犯罪团伙 经进一步分析研判 最终以张某为首的犯罪团伙 浮出水面 且藏匿于湖北省早阳市 专案组决定立即南下 实施抓捕行动 到达湖北后 专案组民警经过几天的 侦查和蹲守 摸清了该团伙的组织架构 和活动规律 警方决定实施抓捕 最终警方控抓获犯罪嫌疑人 八人 现场扣押手机 二十七步 电脑三台 扣押涉案财务 六万一千元 经过审讯 犯罪嫌疑人张某 如实供述了 从2020年8月份 开始帮助网络信息犯罪 他发现 每天都有很多人 来找自己吸股粉 这工作轻松一上手 每拉进一个股粉 进入群内 他自己就能挣到 二十到三十元不等的提成 他只管自己 能不能把人 拉进所谓的群 根本不管其他人 会不会上当受骗 目前该团伙 已经被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 而案件 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这正是 股民亲信他人化 进群之后被人炸 助纣为虐更可恨 警惕骗局 不用怕 以上是守望都市 战兵海波 为您发回的报道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发布消息 考古人员在位于吉林市的 永安遗址 发现了多处 富裕时期的遗存 为了进一步复原 原富裕人的生活场景 提供了新的材料 永安遗址位于吉林市 丰满区 2018年 这里被选作为加油站用地 按照文物法考古先行的规定 省考古人员 对这里进行了勘探 发现了瓦当 储石等建筑构建 并认为 这遗址与附近 已知的几处 富裕时期的遗址 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去年开始 省考古所对永安遗址 进行了连续两年的考古发掘 发掘面积达 1500平方米 先后清理出两处房址 出土了 以富裕时期为主的 多个时期的历史遗存 史料记载 富裕国建立于 约公元前二世纪 是中国东北地区 第一个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 由汉入境 富裕国日渐衰落 公元494年 举国祥于高沟利 富裕房址 在以往富裕遗址发掘中 并不多见 此次发掘 对于探索中华文化多样性 及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 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守王多士编辑报道 在2014年曾经上映过这样一部影片 电影是以真实的人物经历改编的 讲述了两位父亲苦苦寻找被拐孩子的故事 其中的原型人物孙海洋寻子案 也被列为公安部今年团圆行动的督办案件 电影当中的遗憾 在现实生活中终于等到了大团圆的结局 孙海洋失散14年的儿子 找到了 6号中午12点 深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会议室里 孙海洋夫妇见到了已经18岁的儿子 他们把儿子紧紧地搂进怀里 这一报距离上一次相隔14年 十四年来所有的痛苦与挣扎 寻子路上数不清的失望与希望 交织着此刻的激动与喜悦 分别时还是质子 再见面时已是一名高中生 命运的逆转始于2007年 那一年孙海洋为了梦想 带着家人来到深圳闯荡 凭着一身好手艺和吃苦耐劳的实干 他很快把包子铺生意做火了 眼看日子越来越好 不料在2007年10月9号的傍晚 一个击垮全家人的意外发生了 中午做完了 放下吃了 我无聊 他就跟我说了最后一句话 他说 爸爸我吃吃玩一下 然后我就在这个船上呢 弹一下一弹就睡着了 当孙海洋醒来后 发现儿子还没有回家 他急忙出来寻找 一位邻居告诉他 孩子被一个拿着糖果的男子领走了 从第二天起 孙海洋印了寻人骑士四处张提 但是一直没有线索 后来 他还把包子铺的招牌 换成了巨大的悬赏广告 在上百家媒体 登载了儿子的照片 甚至在以此设为原型的电影中 片尾字幕上还公布出他的电话号码 直到今天 他在家里还有尚未发出去的几千张寻人启事 这些年来 孙海洋曾变卖家产 先后前往全国26个省市寻找儿子 今年10月 公安部团员行动刑事技术集中比对会战专班 通过人像比对 发现住在山东省阳谷县一名男孩 与孙海洋的儿子高度相似 专案组迅速派人前往阳谷县开展破案解救工作 10月29号 经过DNA比对 公安部专家认定 阳谷的国某与孙海洋夫妇有亲缘关系 也就是说 他就是孙海洋的亲生儿子 他们说我父母找了我十几年 当时肯定不是不想要我了 一定是出了什么意外 他给我看了个监控 小时候被人骗走了应该是 父母找我很辛苦我也知道 警方查实 这个拐走孙海洋儿子的犯罪嫌疑人叫吴某龙 据他交代 当时他受到一些养儿防老等思想的影响 又发现孙海洋夫妇忙于生意 时常对孩子疏于看护 便趁机将孩子拐走 送回杨谷老家 给没有男孩的亲戚抚养 看这个小孩长得虎头虎脏的 他就问这个小孩要不要吃糖果 这个小孩不理他 然后他就在这个小孩面前丢一块糖果 这个小孩又捡起来 他再丢一块 这个小孩又捡起来 他就这样一块一块拿糖果 把这个小孩轰走 另据调查 犯罪嫌疑人吴某龙还涉嫌另一期儿童被拐案 目前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而对于孙海洋一家来说 这个10月2007年的噩梦持续了整整14年 直到相认的此刻才终于彻底结束 我今天中日看到孩子了 太开心了 我14年 你57天 我孩子你看我14年 57天 我今天中日进到来 怕这糖喝减醇 君乐宝减醇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酱心美味 醇香牛肉 好运牛肉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星际座舱四号QX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缺牙想中牙 来太康拜博口腔 拜博口腔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请转多云 零下6到零上5摄氏度 白城多云 零下10到零摄氏度 松圆多云 零下7到零上3摄氏度 四平请转多云 零下6到零上7摄氏度 辽园请转多云 零下8到零上7摄氏度 吉林请转多云 零下5到零上5摄氏度 通化请转多云 零下9到零上7摄氏度 白山请转多云 零下12到零上6摄氏度 零下9到零上4摄氏度 长白山请转多云 零下13到零上5摄氏度 长春请转多云 零下6到零上5摄氏度 第一款S级小卡 福田领航S1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海信品质值得信赖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东风之产 全新一代齐骏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移动全天照 畅想智慧云生活 清血八味片 光药清控血 行好行脑好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守望 到守望